台北市长柯文哲曾经在交通汇报上当面痛骂局处首长说 如果这个零停违规的数量不减少 你们就试试看好了 当时引发了外界关注 但是今天议员调阅数据 发现台北市公务车违规的数量暴增将近三成 被质疑是有带头违法的现象 柯政府上任大力检举临时停车 但公务车违规的次数却逐年增加 台北市政府秘书处统计 各局处公务车在去年违反交通规则的次数 从931次暴增到1177次 年增26% 发还金额一年就要130几万 去年就较前年增加了18% 基层的公务人员在持勤的时候 根本也没有办法找到停车位 合法的来停车 更别说我们一般的民众 他们出出入入的时候 相当的难停车 所以我这边要奉劝柯市长 不是开罚开罚开罚 就可以解决问题 议员痛疲数字会说话 柯政府上任后不知交通违规数量增加 还有疑似公务车带头犯法的现象 公布历年公务车交通违规前三名 都发局首度在去年上报 但环保局每年都排第二 警察局更是稳坐第一 因为环保局的工作面向比较宽广 那我们的这个车辆 车辆数也多 大概一千辆左右 被告发 那我们还是经过这个申诉的程序 那如果申诉成功 就可以免罚 驾驶个人的行为 那由驾驶人来 自行来缴纳 各局处出面喊冤 勤勿多又砸 虽然因公违反交通规则 可视情况申诉 但部分还是得由基层吸收 首都停车大不易 也督促是否检讨临停空间 否则民众公务员都喊苦 有点TV胡志愿 黄二珍台北报道